人体的中枢神经可以分成脑和脊髓两个部分 在这个影片我们要先介绍的是脑的部分 人体的脑主要可以分成大脑、小脑还有脑干三个部分 在这个图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浅和色有很多很多皱纹的 这个是我们的大脑 小脑呢在大脑的后下方 绿色的这个部分代表脑干 我们这边呢把这个人的头部的轮廓把它画出来 让你可以比较容易了解这个大脑、小脑、脑干的相对位置 看这个人的眼睛、鼻子、嘴巴呢大约在这个部分 这是我们的脖子的地方 那这边就是我们的后脑的部分 所以呢这样子你应该可以比较理解 这个大脑、小脑还有脑干的位置 那我们来介绍人体的大脑 人体的大脑可以分成左右两个半球 那大脑的左右两个半球 它们呢在掌管我们身体的时候 是刚好交叉的 也就是我们的左半球 管的是我们的右半身 那我们的右半球呢管的是我们的左半身 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的左大脑中风 那么影响到的会是他右半身的行动 那如果是大脑的右半球中风 影响到的会是左半身的行动 大脑是我们的意识中枢 在大脑的表层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脑皮层的地方呢 它可以分成许多不同的区域 那这些不同的区域可以掌管我们的运动、感觉、语言、听觉、嗅觉 甚至是记忆还有思考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脑皮层的分区 在这个大脑皮层呢 我们画浅蓝色的这个代表大脑的运动区 这个紫色的部分代表大脑的感觉区 桃红色的这一块代表大脑的视觉区 如果你的眼睛接受光线的刺激 那这个讯息传到大脑的视觉区 就会产生视觉 红色是我们的语言区 绿色的是嗅觉区 黄色的这个区块呢 是我们的听觉区 其实我们大脑皮层的分区呢 非常的复杂 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的介绍几个 你比较容易认知到理解的区域 那我们的大脑 它甚至也会负责我们的长期记忆 还有负责掌管我们的思考 通常呢一个物种 它的大脑如果越发达 它的学习能力通常就越强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小脑 小脑位在大脑的后下方 那它的主要的功能呢 是协调全身的肌肉 维持你动作的协调 还有身体的平衡 那小脑是这个橄榄绿的这一块 在你的等于是后脑勺的下半部 也就是你睡觉靠着枕头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一个人呢 他喝酒酒醉了 通常这个酒精会影响到小脑 那这个人走起路来 可能就会东倒西歪 没有办法走得很平衡 很协调 因为小脑呢 是负责全身动作的协调 还有身体的平衡 现在的这个警察 他们在领检要抓这个酒驾的时候呢 他们只要拿出一个酒驾的仪器 让驾驶对着这个酒驾仪器呼气 就可以显示出这个人身体中酒精的浓度 就可以判断他有没有酒后开车 可是在以前呢 没有酒驾的仪器 那警察要判断一个人有没有酒驾 通常他们就会在地上 画一条长长的直线 然后叫这个驾驶呢 沿着这个直线走 如果驾驶能够走得很直 很稳 基本上他可能就没有酒驾 那如果驾驶呢 沿着这个直线走起来 东倒西歪 没有办法走得很直 那这时候警察可能就会认为 他是酒后驾车 所以小脑他可以维持我们 动作的协调 负责身体的平衡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脑干 脑干负责掌管身体的心跳 血压 呼吸等等 和生命迹上有关的 这个部分 在医学上呢 如果一个医生判断一个人脑死 基本上就等于这个人的脑干 死尽死亡 他受到大的伤害 没有办法再发挥功能 一个脑死的人 基本上他的心跳 呼吸都没有办法自主的发生 他必须接着呼吸器 才能够呼吸心跳 换句话说 只要医生把这个维生的仪器 管子扒开 扒管了 那这个人不久 他就会停止呼吸汗心跳 呈现死亡的状态 所以在医学上 如果医生宣布一个人脑死 那等于宣布他已经死亡 这个时候 其实他影响到的是脑干的部分 另外呢 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植物人 植物人 他的脑干运作是正常的 所以植物人 他可以自主的呼吸 心跳 但是植物人 他受到伤害的部分 往往就是他的大脑的部分 所以他没有办法 对外界的刺激 产生有意义的反应 那我们介绍这些 这个植物人 脑死 只是让你对于我们的大脑 脑干 还有我们讲到酒驾 也让你对小脑的功能 能够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我们再来试一张 我们明镜与答案